越南昨天新增百例確診 創疫情開始以來的單日新高 其中台廠破孕 爆發了群聚感染 有七十二例確診 另外美國首度發現境內 出現了兩期南非變異病毒 在巴西變異病毒肆虐 使得全國的確診數突破了九百萬 有國際組織的報告就顯示 越清廉的國家應對疫情的表現 也比較好 連續五十五天 零確診的越南一夕之間 病例暴增百例 為在海洋省的台資企業破孕電子 爆發群聚感染 一名女員工入境日本後 被驗出有英國變種病毒 疫調後發現廠內有七十二名 同事也確診 至於在廣寧省 機場傳出多名員工確診 感染源還有待釐清 對此當局下令入境旅客 隔離天數延長至二十一天 而在美國 南卡羅萊納州衛生官員表示 在境內首度發現兩起傳染力更強的 南非變種病毒 確診的兩人沒有出國旅遊史 目前還未能釐清傳播途徑和擴散範圍 而政府也已簽署三十國的旅遊禁令 南非也被列在名單中三十號生效 截至目前疫情在全球排名第三嚴重的巴西 飽受變異病毒株的肆虐 確診病例已突破九百萬人 並造成二十二點一萬人死亡 對此巴西政府將擴大疫苗施打的目標 包括里約熱內盧和聖保羅等多個城市 都將設立更多的疫苗接種站 另外國際透明組織近期公布 清廉指數排名 在一百八十個國家中 紐西蘭和丹麥並列第一 臺灣排名第二十八 僅次美國 另一項有澳洲智庫評比九十八個國家的防疫表現指數 排名前三分別是紐西蘭越南和臺灣 這項指數是評估各國確診病例 每百人確診和死亡病例 及14天滾動平均新增病例 公視新聞王本編譯